今天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听 远离那些聪明却不厚道的人 曹操曾说 乱世重财不重德 他认为一个人的能力 远远比人品重要 但是当他勤获吕布 想起这个人三次背叛主公 还是杀掉了他 杨修已聪明 文明于世 博文强计 能力出众 曹操也没有因此刀下留情 能力永远不会大于人品 一个人精明强干 只能得意一时 厚道靠谱 才能屹立不倒 清代有个人叫金安清 与经济理财 是一把好手 但是心术不正 多次贪腐 他设局营救林泽徐 成为林泽徐的幕僚 不久就被林泽徐理送出境 他又转头曾国藩 曾国藩连聚他妻子 后面虽然见了他 却依然不肯用他 有人觉得很奇怪 便问原因 老曾说 此等人如鬼神 敬而远之 可以 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通行证 人品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 能力却永远无法补上 人品的缺陋 一个人心术不正 静走歪门邪道 没有人愿意信任他 终究不会有什么出息 二 厚道就是最大的聪明 一两种的厚道 大于一吨重的小聪明 人算不如天算 算计的越多 失去的越多 计较的越少 失去的越少 于敏洪在北大念书的时候 每天都在宿舍打扫卫生 帮着全宿舍的人 打水打饭 从无怨言 别人都说他傻 他却说 都是同学计较那么多干嘛 等他创立新东方 同学纷纷从国外归来帮他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他们说 就凭你给我们打了四年的水 我们也料定 你不会让我们吃亏 凭着同学的支持 新东方越做越大 上天终究没有辜负 这个厚道的年轻人 古人说 众箭无风 大巧不公 斤斤计较的人 一事无成 厚道大方的人 才能得偿所愿 吃亏是福 不计较的人 才能收获信任 保持厚道 才是最大的聪明 三 人厚道 天不漆 一经讲 厚德在物 一个人宽仁厚道 才能承在身上的责任和福报 上天不会无视这样的人 更不会亏待这样的人 东汉的时候 皇帝在除夕夜 给大臣赏赐了一群活羊 但是羊的大小肥瘦都不一样 对于如何分羊 大家意见一直不统一 有人说抓揪 有人说杀掉分肉 此时真语站出来说 不用计较这么多 随便取一只就好了 岩霸 牵了最小的一只走了 大家纷纷效仿 羊很快就分完了 皇帝知道之后 对真语另眼相看 不久就把他提拔为 太学院院长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 放高利贷 逼死游二姐 机关算尽 最终身死盗销 而他对刘姥姥的那点宽仁 在贾家败亡之后 救了自己女儿的性命 人厚到天不漆 一个人的算计和宽厚 上天都看在眼里 喜欢算计的人 终究会为自己的精明付出代价 他是厚到的人 早晚可以受到上天的眷顾